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六月七號的公事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昨天新冠本土疫情 新增了五萬兩千九百九十二例的 本土病例 而重重症新增了兩百四十三例 死亡則是有一百五十一例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從染疫趨勢圖來看 北區的疫情往下降 中區仍在高點 而南區和高雄則是往上升 但是南區專責以及負壓隔離病房 空床率不到三成 還有努力的空間 新冠本土疫情連續第五天下降 六號週一新增五萬兩千九百九十二例本土病例 其中以新北市新增七千多例最多高雄 台中桃園及台南警戒在後 而中重症新增兩百四十三例 死亡則有一百五十一例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新增一名兒童及首例青少年重症死亡 兒童染疫死亡為八個月大女嬰 有先天性泌尿系統疾病 五月底因為發燒及疑似手術造口感染住院 最後因細菌及新冠病毒感染引發半血症死亡 成為國內第十六起染疫死亡兒童個案 青少年死亡個案則是十五歲男性沒有慢性病史 打過一劑疫苗 去診完成七天居家照護後 返回學校上課突然昏倒 送醫搶救人不治死亡 陳時中表示 從染疫趨勢圖來看 北區疫情往下降 但是中區仍在高點 南區和高雄也往上升 目前南區專責及負壓隔離病房空床率不到三成 而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國內五到十一歲兒童疫苗開打一個月來 第一劑疫苗接種率破六成 再加上確診人數 社區涵蓋率已經達百分之七十四點二 如果以各縣市兒童疫苗接種數據來看 雲寧縣接種率最高打八成二 其次是嘉義縣 屏東縣 蓮江縣及金門縣 接種率最低的是基隆市只有三成三 此外 國內二度染疫者有一千兩百一十二人 指揮中心表示 二次感染常見症狀是發燒 但是病況的嚴重程度還需後續更多研究 記者 台大醫院出現了疑似全台首例 感染新冠肺炎康復之後 卻發生了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他是一名十歲男童 輕症痊癒之後 體內多重器官發炎 導致休克 所幸在搶救五天後已經脫離險境 醫師表示 通常兒童染疫康復之後 接下來六週內都是觀察期 如果出現持續性的高燒 而且有腹痛 腹瀉 嘔吐 皮膚出疹等狀況 就要前往救醫 本土疫情延燒 兒童染疫數也不斷增加 五號晚間 臺大醫師林明泰 就在臉書發文表示 四月底曾收治一名十歲確診男童 不過是輕症 兩天就痊癒 沒想到五月底卻出現腹瀉淋巴結腫大 起紅疹 四肢腫脹的情況 經診斷是罹患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在加護病房急救五天才脫離險境 是全臺首例 確診康復後 並發多系統發炎症候群的個案 醫師表示兒童染疫後就算是輕症 也可能發生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主要的發生年齡介於0到19歲 其中又與六到十二歲居多 當孩子染疫康復後 接下來六週內都是觀察期 若出現突然持續高燒 而且有腹痛腹瀉嘔吐皮膚出疹等狀況 就要前往就醫 他的致死率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早期介入可降低死亡率 打一劑新冠疫苗 也可降低百分之九十七的風險 另外用來治療新冠肺炎的主要使用藥物之一 瑞德西韋 陽明交大與劍橋大學的研究 卻發現孕婦確診後 若使用瑞德西韋藥物所分解的代謝物 可以在羊水胎兒胎盤中測得 雖然未發現對胎兒有顯著的風險 但仍應評估潛在效益大於風險在投藥 針對此研究指揮中心表示 瑞德西韋是染疫才會使用到藥物 孕婦如果需要使用 主要是因為中重症或預防出現特殊的情況 醫事會權衡利弊再考慮投藥 未來該研究如果延續或後續發表 會在提到專家會議中 就診治指引部分是否參採 記者為了陳柏宇 王德欣特報道 確診遺體是否要在二十四小時內火化的問題 最近引發討論 國民黨團仍然質疑 指揮中心的規定與說法模糊 讓各界難以應對 指揮官陳時中則是再度澄清 是二十四小時內要報告 沒有要求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處理以儘速火化為原則 深埋要暴准 也提醒相關單位要說明清楚 不要讓家屬多一層傷痛 疫情嚴峻 確診遺體的火化議題也持續延燒 國民黨團六號舉行記者會 找出去年六月八號 副指揮官陳忠彥 說過的話 抨擊指揮中心 那在地方冰障的管理機關的實務上都還是依據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那也依照指揮中心的這個標準 說雙城時代的這個 裝入 所有的冰障處理的管理都是在內政部底下 那他自己都承認了 他自己也都瞭解了 地方上的處理就是二十四小時之內的火化 那今天陳時中為什麼要推的一干二淨 面對爭議 指揮官陳時中 季五號出示公文 強調是二十四小時內報告 處理上儘速以火化為原則 沒有要求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六號被問到與地方溝通 是否出現落差 則再度澄清 公告沒有變過 是要求儘速處理 但沒有要求二十四小時內火化 陳時中也表示 如果要停留冰櫃 還是建議要儘速處理 以不影響進出者 和處理屍體的人為原則 近來也請陳忠彥在民政系統 與相關業者討論 找出人否有更符合 民俗的方法處理 記者綜合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是 醫院為解封 民眾入院是否免插健保卡 指揮中心授權各醫院可以自行決定 而另外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一千兩百一十二人 重複感染了新冠肺炎 顯示 仍然有再次感染的風險 自由時報是報導 日本內閣會議 預定今天將通過今年的財經營運改革方針 多家日本媒體報導 臺灣將首次出現在方針當中 修正案中罕見的加注臺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而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蔡英文總統昨天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的會員代表大會 強調 政府一定會排除萬難 務必讓最低工資持續往上跳升 另外 為了保障無薪假勞工的生活 勞動部推出了兩項計畫 安心就業 提供無薪假期間 部分薪資的補助 而另外 充電再出發計畫 則是無薪假的勞工 如果參加職訊 每個月最高可以領到超過兩萬四千元的補助 而且也取消了 原本最多只能夠申請六個月的限制 就業服務站內 找工作的民眾不少 疫情不見好轉 勞動部近期公布了最新無薪假統計 也是屢創新高 都從壓力下 民眾直呼工作不好找 除了救福站提供就業機會 為了保障無薪假勞工的生活 勞動部推出安心就業和充電 再出發兩個計畫 部長許明春親自拍攝短片說明 強調安心就業計畫 是以無薪假勞工的前六個月 平均投資薪資為基礎 與無薪假期間的薪資差額 如果差額在七千元以下 發放三千五百元 七千元到一萬四千元 發放七千元 超過一萬四千元 則發放一萬一千元 最常可以領二十四個月 也可以選擇參加安心就業計畫 領取減少的薪資差額補貼 這兩個方案都是在協助減班休息勞工 降低疫情對勞工朋友的衝擊 此外 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 則是鼓勞勞工趁無薪假充實技能 而且參加資訊每月最高一百四十四小時 每小時補貼一百六十八元 最高可以領兩萬四千一百九十二元 目前已經取消只能申請六個月的限制 勞動部表示 因為安心就業計畫 最常可以領二十四個月 過去兩年已經申請過這個計畫 領滿二十四個月的勞工 未來不能再申請 但可以轉額申請充電再出發計畫 記者陳嘉欣 王德欣 台北報導 杭州亞運受到了疫情的影響 延到明年來舉辦 中華奧會日前收到了 杭州亞運組委會所出版的英文版禁忌手冊 發現將臺灣列為中國最大島 中華奧會已經在五月初向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來反映 要求要刪除相關涉及政治的敏感文字 而目前仍在處理階段 大連蛙的造型相當吸睛 這是杭州亞運主體育場 不過受疫情影響 我國選手要到明年才能附中比賽 就在亞奧會上個月六號 宣布杭州亞運延期舉辦的前夕 中華奧會收到杭州亞運 主委會出版英文版的運動技術手冊 內文將臺灣列為中國 七千六百多個島嶼的最大島 提署得之後認為文字將我國列為中國領土之一 以嚴重矮化我方 隨即請中華奧會向中國奧會或杭州亞運主委會協商 刪除相關涉政治敏感文字 同時請臺灣籍亞奧執行委員陳國儀 向亞奧會表達抗議 體育界認為政治不該介入體育 相信中華奧會會神聖助理 表達立場的同時也保護選手參賽權 中華奧會副主席蔡次決表示 杭州亞運延期相關競賽與裁判 需跟各體育單向協會協調 做最適當的處理 這件事情仍在處理階段 記者 趙婉淳 臨之間臺北報導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訪美行程 稍早是拜會了美國國務院 他表示 很高興見到了老朋友 而雙方從安全經貿科技談到了能源議題 朱立倫六號也在華府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院公開座談 表示 國民黨方面堅持與北京進行基於原則的接觸 在華府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院的座談會上侃侃而談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訪美行程的其中一站 分享臺灣和美中關係之間的定位 朱立倫表示 兩岸問題在俄乌戰爭爆發之後越發迫切 臺灣再次成為美國國防與戰略界首要討論的話題 國民黨認為接觸和溝通比衝突和交陣更可取 因此堅持與北京進行基於原則的接觸 同篇演說中 朱立倫未提及九二共事 在媒體提問時間 他強調這次訪美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重啟國民黨的駐美代表處以及為國民黨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和美方建立溝通管道 但與他本人完全無關 南橫歷經了十三年的修繕 上個月全線通車 結果昨天清晨 天池到雅口路段 因為山區大雨 邊坡的土石大面積崩塌 一度封閉 到傍晚才恢復通車 而南橫公路進來 只要是遇到了大雨或是地震 就會有落實貪方 也讓公路單位在養護上是更加的勞心勞力 學者認為 南橫跟國內其他山區公路面臨的狀況都一樣 不斷的坍塌又修復 不過居民通行的權益也不能忽視 成了政府的難題 坍塌的土石阻絕道路通行六號清晨五點多 南橫公路天池到雅口路段發生坍塌 中午過後搶通 南橫公路因莫拉克風災重創歷經十三年修復 今年五月一號全線通車 不過五月十五號山區因大雨造成路數倒塌及連星落石 五月二十六號則因封面帶來降雨及地震出現落石 隔天也有貪方 道路一度雙向封閉 通車以來以速度修復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林冠偉認為 這跟南橫地質多維版延有很大關聯 若再碰上地震或較強雨勢就得貪了又休 這也是國內不少山區公路都面臨的難題 林冠偉認為南橫除了當地居民通行也帶起地方觀光 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也建議公路單位引進數位化設備 精準監控路況也提早掌握落石 可保護人員安全也避免資源重複浪費 記者王庭 許正俊高雄報導 宜蘭南方澳豆腐甲海域下方的珊瑚礁 最近有民眾發現上頭被釘上了露營銀釘 珊瑚礁上直接破了個大洞 氣得把照片PO上網路要找兇手 而縣府農業處說 如果傷害到了保育類珊瑚 可以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 除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並科最高一百萬元的法金 珊瑚礁就這樣被釘上露營銀釘 現場總共發現四根銀釘 每根長15公分 讓民眾看了好心疼 南方澳豆腐甲海域下方布滿珊瑚礁 是許多潛水客的潛水熱點 但近期被潛水教練發現 美麗珊瑚礁上被列指民眾盯上露營銀釘 讓珊瑚直接破了個大洞 看了相當氣氛 直接將照片PO網要找兇手 民眾看到相片也認為 釘銀釘的人太惡質 最重要還是要培養大家的功德心 因為畢竟就是珊瑚 牠就長在那邊 牠就是牠的家 就是我們自己在自己家 然後被這樣子就這樣走牠的話 都不會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被對待的方式 豆腐峽位於南方澳漁港東側 原屬於郭肉財產書管轄 2016年由宜蘭縣政府代管 水域應有海啟保護 海浪平靜 吸引不少人在轄內進行水上活躍 加上豆腐峽海域是宜蘭出石城以外 另一個有珊瑚礁分布的海域 能欣賞美麗的海底生態 那如果是保育類的話 這個部分涉及到刑責 最高可以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我們的法金的部分 最高也可以罰到一百萬元 縣府說珊瑚是自然界動物 民眾如破壞 可能會傷害到屬於保育類的珊瑚 行為可依野生動物保育法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最高一百萬元罰金 也呼籲民眾在進行海上遊戲活動時 不要隨意破壞海洋生物的欺避 以免處罰 記者 宜蘭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才發表演說 呼籲合理管制槍支 不過還是陸續發生了多起槍擊案件 包括五號在鐵納西州以及賓州 都發生了重大槍擊案 鐵納西州南部城市查塔努加市中心的 馬力酒吧與燒烤店附近發生槍擊案 造成死傷 死者當中有人被槍擊身亡 有人被車撞死 警方表示槍手不止一人 犯案後駕車逃離現場還撞到人 近日查塔努加是相當不平靜 一個星期前才發生槍擊案 有六人受傷 查塔努加市長凱莉自述是個狂熱獵人 也是一名涌槍人士 對於發生此案 表示將要求國會推動基本槍管 但不是把槍支都沒收 而是建立搶制的身家調查機制 禁用大容量彈匣 就在田納西州槍擊案發生約兩個小時前 賓州費城鬧區才發生槍擊案 造成死傷 警方表示當時原警正在南街巡邏 聽到數聲槍響 並募集好幾位嫌犯朝大批人群開火 原警也朝其中一名僅距離 約九公尺的嫌犯開槍 光是過去這個週末 美國就有八個州發生槍擊事件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60多人受傷 根據非營利調查機構槍支暴力檔案的資料 今年截至六月五號 美國至少發生兩百四十六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槍支暴力問題泛濫 人們幾乎還來不及撫平傷痛 案件卻不斷發生 大多數美國選民包括跨黨派人士都支持加強槍支管制 不過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以及一些溫和的民主黨人 以憲法人權保障為由 阻止相關修法 公視新聞黃玉玲編譯 英國執政黨保守黨議員晚間對黨魁首相強生 進行了不信任投票 而投票的結果以兩百一十一票對一百四十八票 保住了黨魁和首相職位 保守黨國會議員鼓掌歡呼 這是英國執政黨保守黨六號發起的不信任投票 因為有五十四封議員上書達到啟動黨內不信任投票門檻 因此舉行這場不記名投票 結果保守黨三百五十九名議員都參加投票 強生獲得兩百一十一票支持率百分之五十九低於前任首相梅一 在二零一八年不信任投票中的支持度 當年梅一在投票後六個月內辭職 根據現行規定保守黨議員一年內不允許再舉行不信任投票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你也是軍事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誠實的結果 一個決定的結果 而這就是一個政府 我們可以繼續努力 雖然強生內閣大多數成員都公開表示支持 但一百四十八票不信任顯示強生在黨內的不受歡迎程度 反對黨工黨領袖也認為 不論不信任投票最終通過與否 對於強生的傷害都已經造成 修凱爾也強調強生在女王白金喜 在自己活動中遭到的噓聲 反映了整個國家的情緒 雖然強生挺過這場危機 但保守黨內已經出現嚴重裂痕 加上二物戰爭與通膨等多重挑戰 讓強生接下來執政仍然如履薄冰 公司新聞正委任編譯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的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請訂閱 請訂閱